宋家三胞胎长大了,你还能认出来哪个是可爱的民国吗? 近日,宋家的三胞胎再次曝光,他们不仅讲了全新的发情,还展现了成长后的帅气和可爱。 苏伊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组照片,展示了大韩、民国和万岁模样。 照片中,他们都讲了一款可爱的西瓜头发型,戴上了眼镜。 面对镜头微笑,展现出一种呆萌可爱的感觉,引发了众多回忆。 三个人都拿着各自准备的圣诞贺卡,与小时候的民国相比,可爱程度不逊色。 民国保持了小时候的可爱外表,不看上去瘦了许多,身材显了高挑。 而万岁和大韩似乎圆润了不少,脸上多了许多肉肉。 尽管他们的外表和气质各异,但在这个年龄段,他们都表现出顽皮搞怪的特质。 这三兄弟小时候因为他们的曼蒙表情而广受欢迎。 尤其是民国,他的表情包至今仍然备受喜爱。 这一组照片让人感到开心和怀念,也让人想起了他们小时候的可爱瞬间。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,但这三胞胎兄弟。 请这里走出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